这个狗狗森友站 现场特别安排了宠物营养咨询 专业的兽医师 进行宠物登记 狂犬病疫苗注射站 凡涉及技用士的民众 攜带身份证明文件跟犬猫 前往各区的活动现场 都可以免费施打晶片 跟狂犬病疫苗 限量150剂 觉得有关单位办得很好啊 平常我们每一年都会打预防证 有我觉得因为 其实因为他是网路上领养的 所以没有打晶片 然后想说借由这次的活动 其实我是刚好网路上看到 然后发现说 原来就这边有这么好的活动 然后又不用钱 所以就赶快带他来 他比较安全我们也放心啊 虽然说很少 因为他年纪大 很少大家出去遛狗 但是我觉得还是打 我们每一年都有打 超乖吗 超乖 他们一开始有分离焦虑症 就是只要没有看到我们的话 他可能就一直发抖一直发抖 然后到现在养了大概几个月了 他现在很大胆 我们把家里的毛小孩 一起带到这个户外来 然后一起交流 交朋友 然后也分享一些 大家彼此在家庭照顾时候的一些心得 那我们的动保所也趁这个时候 做一些宣导的一个工作 我觉得很有意义 然后反应也非常的好 那更重要的是 我们已经这个第一座的这个 金融市的宠物公园了 我们最近也准备即将要定案了 它的一个地点也即将要定案 所以金融市会变成 一个对我们的宠物 或者对我们毛小孩 更加友善的一个城市 所以未来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我相信也会越来越多 然后我知道蔡西英委员 他家他自己就有一个毛小孩 像宝贝一样 所以我等一下 这个更重要的一个心得的分享 等一下请蔡西英委员来分享一下 我今天非常高兴 有这个机会来参加我们狗狗生友会的活动 那事实上我也是这个爱狗人士 那其实过去很多次的活动我都有来参与 那我当时也跟市长聊过很多 就是说其实金融市的毛小孩的家庭是非常多的 所以除了举办相关的活动 让各位毛小孩能够多多的联谊之外 我觉得金融应该要尽数来成立宠物公园 那目前我们在几个地方都已经看了 喂你怎么那么激动 在很多地方都已经看了大概有一些点了 那有一些点是国有土地 有些点可能是其他单位的土地 那我也跟市政府合作 来做相关的这样来协调 那我们希望能够尽数来定案 那如果市民有机会能够当选新的下一届市长的话 我会在我任内完成宠物公园的建设 那也让大家有一个可以带着毛宝贝活动的地方 那也可以把就是当时的一些政令宣导的事情 也让市主更了解更清楚 那让我们大人也开心毛小孩也开心 市政府表示 今年的狗狗生友会扩大规模 在全市七个行政区分别办理具有多元特色的活动 最终站会在必杀鱼港市那举行 让市主跟狗狗一起共度快乐时光 参与者还有机会来抽好礼 另外呢 本市的五星级动保所马上就会落成 第一座宠物公园也即将确定落脚处 希望把基隆打造为动物友善城市 记者黄日生记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